今天供严福对爱哭鬼的技能进行了调整啊 不是进行了调整 进行了很多大改 应该是 首先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工厂这张地图吧 军工厂以前是有三个窗口的 现在改了啊 现在只有两个窗口 靠近这个板区的这边的一个窗口变成了一个板子啊 曾经的无敌房不再无敌了 如果说这个板子被提前用掉的话 那屠夫在这个无敌房里面抓人的话就很容易了啊 很容易 非常容易了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人黄机啊 人黄机后面又多了一个废墟 就是人黄机在后面又多了一个废墟啊 这块 这块多了一个一板一窗 新增了一个一板一窗看到没有 以前这边就是什么都没有 很空旷 如果求人者走到这边的话 几乎都是必吃刀的 军工厂就是改动了这两个 多了一个一板一窗 然后大房的窗口变成了一块板子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爱哭鬼的技能啊 爱哭鬼你看到没有 前面一棵树对不对 然后这个边缘有一个蓝色的这个光圈 就是这个就是这棵树的范围啊 最大的范围如果我在他旁边种了一棵树 看到没有 树和树之间就会自动产生一个安息之路 但是这个安息之路就是移动速度比较慢 比较慢 比较慢的 我来用一个技能 开下技能啊 现在现在医生我跟大家说一下 医生也进行了加强了 你们看啊 医生现在治疗 他是比如说我现在打他一刀对不对 他现在治疗呢 是可以回复0.5倍的血的 你看你看 现在是半血对不对 看到没有 他现在是要两次才能把自己给摸满 用针之后 0.5先回复0.5倍 也就是说屠夫打一刀之后 他先回复0.5倍 然后再打一刀 如果说配合仙之的鸟的话 屠夫要打好几刀 才能把他给打死 看到没有 0.5倍一次恢复 他不像之前就是半血一恢复了 现在是0.5倍一恢复 现在我再打 看到没有 我们来算一下他这个0.5倍的时间啊 擦雕 我就嘴瓢了 大概六七秒左右 恢复0.5倍的血 然后呢 这个医生的天赋啊 带的是双弹大心脏和三点的医者 就是正常的天赋啊 怎么说呢 这个改动比之前要好多了啊 好 接下来我们开下二阶技能 现在拉鬼火 他是有这个红色的指线的啊 我们看一下 埃哭鬼现在有没有双火啊 有没有双火了 现在我只差一刀 没有双火了 埃哭鬼现在没有双火了 可以 这个改的 怎么说呢 有利有弊吧 现在我已经二阶了 二阶之后 他的安息之路 你们看了啊 是可以用树枝 不是二阶呀 就是你开了技能之后的 埃哭鬼用树枝 然后拖到这个二阶的那个 二技能上 就是安息之路上 用树枝拖到那个安息之路上 你们看啊 我已经拖上去了 对不对 然后我再放一个 安息之路 比如说医生往前面跑 往前面那个 那个箱子前面跑 对不对 我一个安息之路扑过去 就路的镜头看到没有 会立马生成一棵树 立马生成一棵树 然后树与树之间 你们看 就这个量 会有这种特效 蓝色的特效 看到没有 会自动也会生成一个安息之松 他这个范围很大的 很大的 看到没有 很大很大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求人者 在这个腐朽领域里面 我去给大家看一下 求人者如果把这个树给拆掉 这个怨灵就不会跟着他了 就不会跟着他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求生者如果破坏这个安息之松的话 离开了腐朽领域 可以获得30秒内 免除怨灵近身的机会 30秒之内 就是他的就是怨灵 我这边树的怨灵就不能跟着他了 如果他不拆树 我这种棵树 我现在种棵树对不对 现在过了30秒之后 这个医生离开了腐朽领域 你看 这个鬼火看到没有 就会跟着他了 就会跟着他 离开了腐朽领域 也会跟着他 也会跟着他 他必须要拆树 现在正式服务里面 就是求人者几乎很少拆树的 因为拆树 浪费时间 但是这个版本的话 你不拆树的话 那是不行的 真的 现在树拆了 他就没了 怨灵就没了 现在你离开了腐朽领域 医生 你离开腐朽领域 他现在30秒 还没到 你别拆了 你别拆了 别拆了 你已经拆过了 等30秒 我种两棵树 看看会不会跟着两个怨灵 如果种两棵树 看看会不会有两个怨灵 跟着他 这边现在有三棵树 现在差不多有30秒了吧 30秒 你离开这个腐朽领域 你离开 看看有几个怨灵 会跟着你 一个 他每次只能一个近身 再离开 你进来再出去 他要 他在这个腐朽领域里面 好像是只能 每次只能跟一个是吧 然后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两个 现在两个 两个 看到没有 他距离还是挺大的 爱哭鬼可以 找准角度 找准角度 拉倒 现在的2G的爱哭鬼 他的鬼火是不可以弹射了 是不可以弹射的 以前是可以弹射 拉过来 然后再弹出去 现在不可以了 现在就是 只能这样预判的 拉了 只能预判的拉了 就是跟着是持续多少秒 持续50秒 就是跟着这个 求认者的那个怨灵啊 最多时间是50秒 只会跟着50秒 超过时间就没了 刚刚就是没了 看到没有 爱哭鬼的改动呢 就是这些了 他的追击能力 应该是加强了吧 也不怕马拉松了 因为有安息之松了 你看 我用一个树枝 比如说小木屋里面没有树 对不对 求认者进去了 我一个安息之路过去 安息之路的尽头 就会有一棵树 看到没有 有一棵树 求认者转点 转到这边 那我这边还有怨灵 对不对 还有怨灵 就算他跑了 就算他跑了 他离开了腐朽领域 还有怨灵 会跟着他50秒 还有怨灵 会跟着他50秒 所以说呢 这个屠夫 现在是追击能力 很厉害 而且手势 也很厉害 一代版本 一代生 我们的哀哭鬼 就要成版本之子了 行了 我们这个军工厂 哀哭鬼和医生的介绍 就到这了 下一期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其他角色的吧